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次儿童节我们祝福全世界的小朋友们儿童节快乐 当然今天我们就要跟各位谈谈儿童节的由来 儿童的福利以及战地儿童和自闭症儿童的生活等等 儿童节这个概念首先在1925年被提出 当时国际儿童幸福出境会 在日内瓦举行的儿童福利国际会议上 提出儿童节的构想受到各界的响应 在国际上有所谓的国际儿童节和国际儿童日 一个是在6月1号 另外一个则在11月20号 1949年国际民主妇女基金会 在莫斯科开会的时候 提议纪念1942年6月10号 被纳粹德国屠杀的88名捷克儿童 而决议将6月1号定为国际儿童节 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则在1954年12月14号 将11月20号定为国际儿童日 随后联合国大会更在1959年 通过儿童权力宣言 1989年通过儿童权力公约 以伸张儿童权力的重要性 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190多个国家批准儿童权力公约 至于各个国家的儿童节日期 则因为各国文化历史的不同 而有不同日期的设定 比如说4月4号是台湾的儿童节 日本则在5月5号 而美国则是每年6月的第一个星期天 儿童节的设立 是为了要促进儿童权力和福利的保护 并反对虐杀和残害儿童 让所有的小朋友能够快乐无忧的生活 但是在战乱国家中的娃娃兵 落后国家中的饥饿儿童 还有富有国家的贫困儿童 他们的权力和福利 却未受到应有的保护 而罪人感叹的是 在富有国家 一样也有三餐不济的贫困儿童 英国就是一个例子 饱受欧债危机的影响 英国境内竟然有350万贫囤 其中12.5%是吃不到热腾腾的一餐 现在有许多团体 在世界各国为争取儿童的福利而努力 战争 饥荒 贫穷 全球成千上万儿童 生活没有保障 每天生活在恐惧阴影 有的人透过自己的亲身经验 出书告诉世人 那是什么样的世界 非洲刚果共和国的妮塔 12岁被军阀绑架 10年娃娃兵的黑暗生涯 没有让他放弃人生 还在寄养家庭的鼓励下 完成学业 并且出书 希望唤起更多人关心 出手援助世界各地的同兵 这样的精神 正是国际儿童节的主旨 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 为了纪念1942年 被德国纳粹屠杀的88名儿童 决定将6月1号定为国际儿童节 后来联合国又将11月20号 定为国际儿童日 而现在许多国家 依照自己的文化 各自订定不同的节日 例如台湾 儿童节在4月4号 而在日本则是5月5号 俄罗斯则依从 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 定在6月1号 虽然过节日期各有不同 但是主要目的却都一样 为了保障儿童权利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因为政治关系冲突超过一甲子 这当中不乏好几次 大大小小的战争 也造成不少儿童死伤 Let's go 原本应该是无忧无虑的童年 却得跟着父母去躲空袭 晚上不敢靠近窗户旁边睡觉 恐惧又无助 大小小的重量 在家萨医院里 八岁的孩子身负重伤 心灵创伤更是难以磨灭 夹缝中求生存 健康也出了状况 让儿童身心受创 除了战火的荼毒 还有粮荒冲击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北朝鲜受到连年干旱天灾影响 全国三分之二人口 大约1600万人长期缺粮 去年还遇上104年来 最严重干旱 受害最深的也是儿童 骨瘦如柴的孩子 看了叫人心疼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北朝鲜五岁以下的幼童 三分之一长期营养不良 其中超过一成 很可能瀕临死亡 最近北朝鲜政府 从和子施暴到威胁开战 一连串的激烈言行 引发国际社会扩大制裁 黎民百姓恐怕将面临 更严峻的困苦生活 放眼全球除了贫穷战乱 让儿童生活陷于困境 富裕国家的儿童 也有很大的问题 受到欧债危机影响 不仅希腊 西班牙等债务严重的国家 因为一波又一波的紧缩政策 让民众的生活备受打击 让人想不到的是 连全球第五名的富裕国家 英国也有着严重的贫富差距 根据英国拯救儿童基金会调查 全英国有三百多万贫困儿童 其中将近一半 生活在极度贫困的状态 有12.5%的孩子 一天吃不到一餐热食 两口之家 每天不到一百七十元台币的预算 还要养大没上幼稚园的孩子 这样的状况 在英国越来越普遍 世界各地的儿童 走过战火 遇过饥荒 还要承受金融危机的后果 在属于儿童节日的这一天 要如何保护各地儿童的生活 卫生还有教育权利 许多不同的团体都在努力 源自英国的拯救儿童基金会 成立93年以来 首度为自己国家募款 预计募捐50万英镑 近2400万台币的经费 来帮助贫困儿童 以色列沃夫森医院 为发展中国家儿童 提供免费心脏疾病医疗照护 18年来 抢救了3000多位病童的生命 拯救儿童基金会 还推动袋鼠妈妈计划 以低成本高效率的疗法 每年拯救45万名早产儿 以色列折子中心 让来自以色列 还有巴勒斯坦的小学生 坐在一起玩折子 孩子脸上天真无邪的笑容 是最纯真的 没有地狱之分 更没有贫富等级之别 政治冲突全都抛在脑后 让世界各地的孩子都能够在不同的天空 享有同样的自由与快乐 就是儿童节最初也是最终的目的 今天是儿童节 台湾的儿童都可以放假一天 跟家人一起过这个属于他们的节日 但在炮火隆隆下的叙利亚儿童 就没有这么幸福了 叙利亚两年多的内战 已经造成110万难民 逃往土耳其 里巴嫩 约旦 伊拉克 埃及等国 每四名难民中 就有三名是妇女或儿童 在逃亡路上所遇到的痛苦 对儿童的心理和日后的成长 都会造成巨大创伤 根据英国拯救儿童基金会的统计 在各地的难民中 有六成难民是妇女或儿童 而红十字会和联合国难民署 所投注在难民的财力和心力 都只是杯水车薪 使得儿童在难民中 吃不饱 穿不暖 生病没有医药 恶劣的卫生和生活条件 更使这些儿童的生活环境 不断恶化 然而为了下一代的未来 叙利亚难民开始思考教育问题 许多学童为了逃难 已经辍学一年多 在土耳其难民中的叙利亚儿童 虽然可以到营区所负责的学校上学 但是因为土耳其文程度不足 所以困难重重 因此难民中的教育人士 积极规划设计学校 以让孩童们上学 这些学校不用收学费 经费全部由流亡海外的叙利亚人捐助 在黎巴嫩 约旦 伊拉克 埃及 也陆续有这样的难民学校成立 希望叙利亚儿童 能够从这些客难的学习环境中 找到乐趣 找回童年 伊邦在母亲的身旁 娇小的娃法看来年纪恐怕还不到十岁 但事实上她今年已经十四岁了 却因为荷尔蒙不足 生长迟缓 娃法一家人 七个月前从叙利亚逃到土耳其边境的难民营 匆忙间忘了戴上娃法的药 令她的病情每况愈下 但在难民营里 长不大的娃法 却是最为不足道的病 我对孩子们的问题 我当学生的特征 可能是医院的病毒 在所有医院 可能是拉齿曼谀 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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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莎莎莎 莎莎 莎莎莎 莎莎莎 沒有水館 也沒有健康教育 跟著慈善團體 進駐難民營的醫師說 難民人數不斷增加 營區擁擠 平均每個帳篷 都擠進至少十個人 本來就很難維持 良好的衛生環境 醫療用品不足 是另一個叫醫師 還有父母無奈的困境 懷裡抱著生病的孩子 因為內戰被迫逃離家園的 莫斯塔法 臉上滿是心疼 喊不捨 但是因為我們很困難 因為我們很困難 當我們到俄羅斯塔法 我們在俄羅斯塔法 我們在俄羅斯塔法 莫斯塔法的孩子 患有腦部萎縮 需要長時間的醫療照護 但難民營裡的簡陋診所 既沒有欺財物資 更沒有人力 莫斯塔法百般奔走 好不容易為兒子 找到能提供醫療的地方 但是能持續多久 誰也不知道 其他身體沒有病痛的孩子 心卻早就受傷了 生病了 你可以想想想 如果你是五歲 而聽到這些大量的爆炸 爆炸、爆炸 你會有恐慌 在 Aleppo 可能最嚴重的是 從飛機 現在的聲音 為孩子 是很可怕 如果你聽到飛機 所有的孩子 都逃到飛機 你可以看到他們 好嗎 他們恐怖 孩子們的擔心害怕 全反映在行為上 國人自相殘殺 受苦最深的 總是最單純 最直接的兒童 我們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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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上 都可以 在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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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靜的生活 這卑微的願望 卻在持續激烈的交戰中 越來越渴望 而不可及 今天我們談到了世界兒童節 各地有許多慶祝活動 也看到敘利亞內戰下 成長的孩童 無法擁有無憂無力的童 那命運中的兒童 當然不幸福 而致病症兒童 也同樣需要多一分的關心 和愛護 臺灣 根據內政部的統計 目前大約有一萬名左右 自閉症患者 並且 還以每年一千人的速度增加中 自閉症兒童 有溝通和語言上的困難 他們常常喜歡獨自一人 而被擁抱或觸摸的時候 反應較小或不想理會 長大一點後 也比較不善與人溝通 自閉症兒童的生活習慣相當固定 例如走的路線固定 食衣住行固定 甚至環境佈置稍有改變 就不能接受 有些自閉症兒童 愛看自己的手掌 一看就是好幾個鐘頭 有的則會做些反覆用頭撞搶的 自殘行為 大部分自閉症患者 有智障智能障礙的問題 一部分患者可以藉由診療和特殊教育獲得改善 但是到目前為止 自閉症還是沒有絕對有效的治療方法 每年兒童節前兩天 也就是4月2號 是聯合國訂定的關懷自閉症日 全世界超過50個國家 在這一天都亮起藍燈 希望透過點燈儀式 能夠喚起大家對自閉症患者的關懷 而在台灣 自閉症病友的家長們 成立了中華民國自閉症總會 和中華民國自閉症基金會 各縣市也有類似的家長協會 和教育促進會 宣導關於自閉症的知識 並給予自閉症家庭各種協助 在細雨綿綿的夜晚 日本東京鐵塔亮起藍燈 菲律賓民眾在白天走上街頭 到了夜晚 購物中心廣場前 聚集上百名的觀眾倒數 為的就是要迎接 關懷自閉症日的到來 世界各地超過五十個國家 三千多棟建築物 在這個星期都紛紛亮起藍燈 希望可以透過行動 表達對自閉症兒的支持和關懷 在中國患有自閉症的人數超過一百萬人 這位來自貴州的父親 因為小孩患有自閉症 費盡千辛萬苦來到浙江 男孩開心地和醫生對話 很難想像在四歲時 他開始出現自閉症狀 除了不想和其他人說話 拒絕眼神接觸 還無法清楚表達自己想法 甚至出現自殘行為 為了得到更好的治療 他父親決定搬家 還將每月所賺的九千五百塊台幣 都拿來給兒子治病 面對兒子病情一天天好轉 他感到相當欣慰 雖然聯合國已經連續六年舉辦世界關懷自閉症日 但還是有很多人默示這樣的疾病 世界各地的醫學研究也相當稀少 直到目前為止 科學家還不能確定自閉症的病因 絕大多數相信和遺傳基因有關 科學家還提出其他可能因素 像是腦損傷引發知覺認知語言等發展障礙 或是濾過性病毒感染 孕婦懷孕期間可能因為德國麻疹或流感等病毒感染 間接影響胎兒腦部發育 另外新陳代謝失調和染色體異常的可能性 也有專家提出 刺痺症主要特徵有語言溝通困難 人際關係行為認知和情緒障礙等 患者容易出現攻擊他人 甚至自殘行為 然而研究自閉症的困難 在於每位患者的特徵都不太相同 目前雖然透過藥物 心理和行為等方面來治療病患 但始終沒有明確的治癒方式 為了更確切了解這類疾病 美國總統歐巴馬宣布 將投注三千萬台幣預算 開啟腦部研究計劃 世界各地患有自閉症的人數 可能超過大家想像 美國研究指出 八歲以下兒童中 每八十八位 就有一位患有自閉症 男童得病的機率 更是女童的四倍 自閉症已經不再是罕見疾病 全世界歡慶兒童節的同時 也別忘了還有這群自閉症病童 需要大眾給予更多的支持 付出多一份的關懷 世界上仍然有許多兒童 生活在不快樂環境中 我們希望總有一天 在不同天空下的所有小朋友 都能夠過著同樣幸福的日子 全球視野每天給您不同觀點 全新感受掌握世界脈動 謝謝您的收看 我們明天見 明天見 明天見